哈囉大家好我是PierreBuy好久不見的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一個應該算是最後最後的禮物了啦 就是這一次推薦刷的幾個組合都給出去了 剩下的除了拖的隊伍以外 拖的隊伍我還是真心不推薦 好啦這個隊伍呢是在你今天沒有月亮沒有雲曬 連大老朋友也沒有也沒有公會的話 如果你今天只有兩個朋友的話那你要怎麼刷呢 沒錯就把咱們的懸賞給他拿出來吧 那說為什麼用懸賞為什麼不用轉移呢 因為轉移給的錢要到20回合之後才能夠滿 你要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不如一開始就給他拉到頂拉到滿 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快 因為這個隊伍本身也打不遠 要打超過20回合本身就是個命 那極限的話基本上就是在23回合啦 除非你能夠很快速的把你的版面拉到滿版七星之類的 或許可以給他拗過去 但是也拗不遠就是了 好啦那一樣啦 雖然說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基本上還是要有小丑跟成長 如果連小丑跟成長都沒有的話 沒關係就先把這個活動就一絲一絲刷一下就好 刷個15000塊把禮物甩給他拿到 然後鑽石給他拼下去 把禮物甩給他升滿 之後呢下個活動總會給他輪到 輪到...到時候你應該有小丑成長啊 到時候不可能還沒有小丑成長啊 如果這樣的話就代表你玩的比較悠哉 玩的比較悠哉那也就還好 好啦一樣那我們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直接一直不斷的去合成就好了 把懸賞丟給對面 對面也丟過來 我們這個時候一開始的錢就會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要不要升級懸賞呢 基本上看個人啊 但是禮物甩還是一定要給他升滿的 反正很快就會到下一局了 但是他的速度其實也不慢 也不能說不慢啦 就是已經算是不得已的辦法了 對可以看到啊 我們這邊碎片是來到了2857 那我這邊13等對面8等 我們中和起來的話呢 大約是10等11等左右的禮物甩 好啦那剩下的話就是看命啊 那一樣啦給他拼上去啦 三星四星都給他合上去 能合到多高就多高 反正呢很快就要下一局了 下一局的話沒關係 就再來一次就好了不斷的重複 18...假設一局3000片的話 我要打18萬片 大概只需要打個60... 6場的話18000 60場的話就18萬 對啊其實也蠻快的啦 因為我那一場也才400多秒而已 很快就爆掉了 很快就爆掉了 這應該算是我們最一開始 有這個活動的時候的刷法了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好像連懸賞都沒有 我們用的是祭禮 可是懸賞出來之後呢 祭禮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祭禮就被排斥掉了 那不如用旋禮就好 因為畢竟旋禮給的錢也蠻多 而且是兩邊都會給錢 而且還可以疊成 那個跟懸賞比起來 那個跟祭禮比起來呢 完全是兩回事 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這邊到第二十二回合 也差不多要到極限了吧 對最後最後的極限呢 基本上會卡在二十三回合啦 除非你兩邊的星數都夠高 等級都夠高 才可以人家對面的狀況 其實有一點倒霉 可能都合到爛掉了 又給他... 把那個懸賞給他合出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一樣... 打不完... 打完了... 欸不... 打不... 不管那怎樣啦 反正你打完了 趕快再下一局 趕快再刷就OK了 好啦那這一次呢 對到的是七等的禮物骰 這一局的話 可能又再更早一點點了 可是呢 我們的平均碎片呢 至少一秒都有 到五片以上 也都算多了啦 不然的話 也沒有招了 畢竟 除非啦 如果我還是建議啦 至少也去找個大佬 大佬團隊 大佬軍團 因為RD的活躍人數還蠻多的 如果可以的話呢 加個社群 然後呢 去找個有在活躍的... 傳源 然後想辦法符合裡面的條件 基本上 你一定能找到大佬 願意帶你的 當然 態度啊 什麼的 要好一點 絕對沒有任何的問題啦 真的 RD的人都還不錯啊 只要不公開的話 都不錯 哈哈哈 公開的話呢 就會出事 好啦一樣 我們這狀況 都用一模一樣的隊伍啦 選理 我還是覺得這個隊伍是可以的 當然是你什麼都沒有 如果像我現在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用去月裡去刷啦 因為比較輕鬆啊 不要悠哉啊 不需要這樣子一直玩下去 當然那也是玩到後面才可以的 對 只要你每個活動的這個活動 都有玩的話呢 這一次的禮物閃 應該會讓你到13等60顆 但如果你是最近才開始玩的也沒關係 但是禮物閃一定要給他換滿 因為你只要換滿之後 下次禮物閃的活動 你就可以刷得飛快 對 你越早刷完 你越早換完這些東西 你 你這個活動未來就會更快 我覺得這個活動這個感覺有那麼一點點 特別 就是算是紅利嗎 對 你第一次參加跟已經每一局都參加的那個次數 那個心得會差很多 因為畢竟禮物閃的時間 會差滿多的 遊戲外生意等就差了0.7秒 那真的是有一點誇張 我個人覺得這可能要調整一下 不要讓大家的差別感受那麼大 你不如時間都一樣 升級不一樣 就好 然後我們遊戲外升級的話 你就讓攻擊力大幅大幅的增加 可能會比較OK 不然的話 高等跟低等的差距其實有一點點多 有一點點多 你看我低等的話 我可能刷的速度是高等的二分之一 或是三分之一而已 那如果是高等的話 你看13等這樣跳上去 我們的月亮又高的話 那速度絕對不是兩倍起跳 這是三四倍在跳的 對啦 至少很快就可以把這個活動刷完 因為畢竟RD活動歸活動 但是一個活動同一個活動 刷久了還是會覺得膩就對了 好啦一樣的玩法就全部去拉成長就對了 然後我祝福又放前面第一顆 當然你前面要放小丑也是OK啦 只不過我還是覺得放禮物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這麼短了到時候又爆掉 那這一局可能什麼都沒有拿到 也是滿倒楣的 那這一局會爆的原因的話 應該是我這邊成長長得太爛了 沒錯 兩顆七星給他砍那邊 傷害完全不夠 要知道禮物甩本身的傷害是有一點兇殘的 來到了260滴 我今天升滿的話可以變成320滴 這個傷害其實有一點點扯 從之前的禮樂比起來 純禮樂看起來應該就知道了 好啦那我們現在是來到 再來一局啦 這一局的話是來到6.87片 對面的禮物甩是已經到9等了 這應該是這個活動有給他玩到底了吧 9等給他升滿然後抓鑽鞋給他買滿才可以到9等 我個人覺得一定要一定要 你看9等跟7等那個禮物的碎片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雖然說這樣比沒有辦法比出個所以然來 可能要比個好幾十局 然後說統計平均下去才可以 但是整體而言其實也不用去實證他 不用去驗證他 因為基本上你看那個數值 就絕對 絕對是快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7等跟9等就差了1.4秒 喔那個時間點差得很兇很兇 尤其是你升級升上去之後那個感覺又差更多了 又再減2秒那個是不一樣的 對我還是要說啦 你看我如果升到14等的話我減個0.7秒 我現在只要6.4秒 我現在只要7.4秒就好了 我再減個0.7秒的話變成6.7秒 7.7秒跟6.7秒這個速率是差了10%耶 差超級多的 可能快到年轉王的中間 都可以跳兩次 其實我現在也覺得啦 會不會有一個等這個骰子到15等滿等之後 他會給你突破15等 對然後呢 接著所有骰子就超過15等了 再下一次活動我們就應該會變成14等又30顆 然後可能再兩次 再兩次吧 應該就可以15等了 所以第三次的這個活動會變成什麼樣 不知道 對 不知道 再三次吧 倒數三次的禮物骰活動 應該這個遊戲就要有大變革了 不是非傳說骰可以突破15等 就是這顆骰子要突破15等了 總會有些東西不太一樣的吧 應該不太可能15等之後就給他滿了卡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遊戲不會做這種蠢石 就是讓這個活動就變得有一點無聊 就是有這個活動你就來刷一下禮物就好了 變得很像是遊戲上內建的活動 時間到了就開 時間到了就關 這種感覺的話 我覺得應該不會這個遊戲做的 20回合我們給他凹了過去 那對面有點倒楣 一個七星成長 一個七星的懸賞 好啦 沒有 兩個七星的成長 好啦 有點倒楣 不過沒關係 反正這個隊伍呢 終究就是來給他拉到七星 剩下就是掛機就沒有錯了 好啦 第二十二回合 最後一回合了 那我們這一局呢 是6.87片 不能夠再高了 好啦 還是很快的啦 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好啦 直接給他崩掉23回合 30對方卡片 我個人覺得還行啦 當然啦 如果你有辦法拿到雲骰的話呢 整體而言會上升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沒有雲的話呢 這也是個折衷的辦法 畢竟 就真的沒有嘛 不然能怎麼辦 還是要花個270塊去買個雲骰 這個活動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個人覺得雲骰也算是270塊裡面 值得去買的就對了 OK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1 2 1 2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